那你覺得朱立倫講的幫主要 對這個這個主要的人選排除障礙 這裡面有兩個未知數 我們在解方程式的時候 如果有兩個未知數以上就很難解的 就主要主要的主要的人是誰 主要候選是誰 不知道這是一個問號 排除障礙障礙是誰不知道 所以兩個問號 你這個方程式無解 那最後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最後得到的答案搞不好是那個 無私物我的朱立倫 郭台銘也是障礙 而且朱立倫說 不要把我排入民調 所以代表他最後一個可能來個回馬槍 還有轉圜的機會 不是朱立倫說 不要把我排入民調 是確保一件事情 就他不會變成障礙 其實剛才很多來賓都說 國民黨的民調怎麼做 總統民調怎麼做 想太多不會有民調 不會有民調 採徵召後面還要討論的事情 還有很多 譬如說徵召的方法是什麼 是用私下用喬的 還是用做所謂的參考式民調 那一般來講比較可以服眾的方法 就是用所謂的參考式民調 那如果要做參考式民調的話 因為國民黨每次選舉 應該都會訂一個 譬如說總統副總統的提名辦法 這個提名辦法裡面會規定說 什麼時候 什麼哪些人 假設已經確定要徵召 對不對 那這個提名辦法就必須要為這個徵召去量身訂做 比如說什麼時候徵詢意願 然後什麼時候確定哪些人放進參考式的民調 什麼時候做民調 民調完之後沒有問題 什麼時候公佈等等 好 那這個提名辦法誰來討論 提名委員會討論 那你侯友宜盧秀燕 你要不要討論 討論出來最後 是你們的 對 你們兩個民調做出來最高 那不是剛剛小平講了嗎 就求援兼裁判 那你覺得張小中是好康不造反嗎 郭台銘會爽快嗎 好 那現在 如果說假設 那好 討論的時候你們迴避 那請問 你們兩個要不要放進民調的名單裡面 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那到時候怎麼辦 所以後面還有很多路要走 而且徵招 你訂一個徵招 你相關的徵招辦法都沒有 他現在只是先確定一個大原則 好 你徵招辦法如果出來之後 什麼時間做民調很重要 你如果以侯友宜現在民調這種跌的趨勢的話 下個月做侯友宜鐵掛 所以他會不會下個月就給你做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反正你最近民調 不不不 會到那個六月中之前 如果 六月中之前 如果投民黨六月底以前要確定的話 大概一往前推民調 大概六月中做 六月中做就很關鍵了 記不記得上市總統選舉的時候 當時的民調 郭台銘堅持要加入手機民調 但是國民黨不同意 後來郭台銘很生氣 他不簽那個承諾書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次會不會有同樣的狀況 就是你民調要不要加入手機 手機要佔多少 還有做民調實際很重要 我一直在講 做民調實際很重要 關鍵在哪裡 目前看起來 盧秀燕慢慢超過侯友宜 郭台銘今天開始有動作 你侯友宜如果還是好好做事 繼續你的三平三安 我在這邊預言 你的民調只會繼續往下掉 你就算加入提名委員會也沒用 因為提名委員會 他只是暫時讓這個檯面上的這個 這種口角風暴 暫時平息而已 但是本質有沒有改變 本質沒有改變 就是侯友宜還是原來侯友宜 你還是那個對於兩岸國際外交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一個侯友宜 所以你的民調只會持續往下掉 好 到六月 假設我們六月中座民調 侯友宜如宜恩 郭台銘 張亞中 趙好康都放進去了 請問到時候誰會第一名 未必是侯友宜 好 那如果是盧秀苑第一名 那盧秀苑要不要提名他 盧秀苑他現在這兩天講說 我不會參選 而且話講的沒有轉圜的空間 他說我二零二四 我一定不會參選正副總統 那最後提郭台銘 那這個時候朱立倫是不是機會就來了 正常人 正常人這時候就出來了 所以我說徵召 徵召其實裡面的妹妹 嘎嘎很多 而這所有的妹妹嘎嘎是由誰來決定 聽命委員會跟中常會 那請問聽命委員會跟中常會 是誰的人 朱立倫的人 是啊 那你覺得朱立倫講的 幫主要 對這個這個主要的人選排除障礙 這裡面有兩個位置數 我們在解方程式的時候 如果兩個位置數以上就很難解的 就主要主要的主要的人是誰 主要候選是誰 不知道這是一個問號 排除障礙障礙是誰 不知道 所以兩個問號 你這個方程是無解 那最後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最後得到的答案 搞不好是那個無私物 我的朱立倫也不一定 因為主要候選人 也可能是那個障礙 你知道嗎 排除了之後 我就可能跳出來了 因為兩個都是變數 就主要候選人可能隨時會變 看民調高低決定 那民調最高的 其他民調輸他都叫障礙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主要候選 他是會變 如果好像講易經 好難懂 如果以今天的民調來看 主要候選人叫盧秀燕 那侯友宜變成障礙 郭台銘也是障礙 而且朱立倫說 不要把我排入民調 所以代表他最後一個 可能來個回馬槍 還有轉圜的機會 不是 朱立倫說 不要把我排入民調 是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會變成障礙 因為他根本不在民調裡面 就是主要候選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後面能玩的 還有很多 所以國民黨的好戲 我說嘛 比那個中國大陸 拍的那個攻鬥戲 更精采 其實剛才很多來賓都說 國民黨的民調 要怎麼做 總統民調怎麼做 想太多 不會有民調 不會有民調 提名講彎 徵召講彎 有民調嗎 沒有啊 徵召張彰彰有民調嗎 徵召盧有民調 徵召柯正恩有民調嗎 沒有民調嘛 要徵召 會有一早就徵召了 也不用說什麼理由了嘛 當時羅志祥不是說 非台北市不選嗎 臉書破一百萬就選嗎 然後把羅志祥趕走 直接徵召講彎 民調在哪裡 沒有嘛 對不對 桃園最強 張三鎮來 那時候有最強嗎 連民調我都沒看 我桃園人 我都沒看過民調 對不對 只是現在顯雲 大家拍拍手而已 選書怎麼辦 所以只要當朱立倫 決定徵召開始 沒有民調 那剛剛講郭台銘的事 郭台銘當然 很多藍營的對郭台銘 有那麼一份情感在 為什麼一份情感在 在國民黨最缺錢的時候 是郭台銘伸出援手 可是據吳敦義講 有還啦 吳敦義說沒有 都還了 我沒有欠他錢 那可是國民黨的人 還是覺得說 至少人家郭董有有支持我們 那侯友宜給了 他媽媽的釋放錢 對他媽媽的釋放錢 不過吳敦義說都還了 對 那可是至少人家肯借 那時候如果借不到錢怎麼辦 洪秀珠賣房子 賣房子也養不起 國民黨很貴了 一個月三千萬 所以我說當時很多國民黨員 對郭董是有這麼一份情在 那可是對侯友宜的沒有情 沒有情 我只跟妳講沒有情 對不對 是誰解釋兩顆子彈的 侯友宜 對不對 阿扁在的時候 是誰幫阿扁渡過這個難關 侯友宜 然後國民黨最需要 侯友宜出現的時候 侯友宜告訴你說 我好好做事情 我覺得不幫這個韓國瑜站台 也是侯友宜 四大公投侯友宜寫那個簽字文 是誰寫還是侯友宜 林明珍落選差一千九百多票 誰沒去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 之所以民調會雪崩的這麼快 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事 因為他是侯友宜你知道嗎 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一直在做國民黨內部 所以侯友宜很怕一件事 你搞民調就算 你如果搞一個黨員民調 再加上大民調幾趴 你就完了 黨員民調他一定很慘 因為什麼 以前還他強 以前國民黨說沒關係啦 侯友宜蠻強的 大家想這個重返執政 忍一忍就蓋他就好了 現在不忍了 現在不忍了 把所有侯友宜的狀況 全部都掏出來了 那誰做的 誰誰辦得到 只有一個人辦的 那朱立倫 朱立倫辦得到 可是朱立倫大概這一次 也跌破眼鏡 朱立倫本來想說 我把這個區域立委 從三月四月五月拖到六月 這時候侯友宜的民調 應該會降 想不到三月就降 我覺得朱立倫現在也措手 措手無策 我應該蠻開心 沒有沒有 因為他還沒 自己還沒起來 對 侯友宜掉太快 他本來是預判 侯友宜慢慢掉 自己慢慢起來 想要郭台銘起來了 郭台銘出來了 現在是侯友宜掉 他也爬在地上 沒有起來 所以我說他措手不及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才會有 盧秀燕的聲音傳出來 可是盧秀燕如果聰明的話 盧秀燕不會躺這場滾水 我就好好當台中市長就好了 如果國民黨這一次 運氣好給你選上了 那我就當台中市長 運氣不好的成分還蠻大的 對不對 如果你輸了 唯一存活勝 盧秀燕 全部受傷 只有他沒事 因為只有他勇敢講出來 我正負都不要 你看除了盧秀燕以外 張亞中有講嗎 邵邵康有講嗎 朱立倫有講嗎 侯友宜有講嗎 這些噁心的男人都不會說 你知道嗎 所以盧秀燕就說 我都不要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聰明人是盧秀燕 但是國民黨現在還不知道 人家賴清德已經開始在跑了 在熱身了 你還在破冰 你還在相見歡 你還在我約你 你調我 這還在搞什麼 這在消耗 四個月之後 人家已經進入狀況了 你還不知道是誰呢 對不對 就算知道是誰 你看馬上六月下旬 七月份決定是誰 能夠解除所有人之間的誤解嗎 能夠解除世間的誤會嗎 沒那麼容易 如果國民黨之間的隔閡這麼容易解除 今天侯友宜跟朱立倫 早就天天在一起談事情了 就是談不定 所以每天在說破冰 每天在握手 每天在擁抱 擁抱完之後回去 一定趕快洗澡換衣服 我跟你講就跟公祭丸一樣 趕快去飛機商店撞一圈 這非常讓人家覺得擔心 所以國民黨基層焦慮什麼 就是焦慮這個 我都變成無黨籍 我倒還有被講說 國民黨在搞什麼 我說不知道 你去問朱立倫 你去問侯友宜 為什麼 連基層都看不懂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